西西马上就要到了,我这边给我老婆买了一个悬浮永生花,特别漂亮,我给大家看一下 好,大家可以看到,这个就是悬浮永生花 其实它是一个台灯,虽然不是太亮了,但是咱晚上看书,睡觉前看书什么的,还是可以的 它这个呢,里边的这花是这种永生花,就是抽干了水的这种 然后它关键这个设计挺有意思,外边是一个圆的矿头 里边是这个永生花,悬浮着这么去转,特别的漂亮 然后当然这个还可以放音乐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怎么挂上去的 来宝贝帽,拿一个这个 拿着你录一下,看爸爸怎么弄 那为什么,那为什么,别打上这镜头是什么 那为什么它叫永生花,是它会让人永生不老吗 对,永生花就是它不会凋谢,知道吧 来,大家可以看一下,这个呢,怎么让它悬浮上 其实它有这么一个,这个东西 把这小鸡放到这上,然后贴在这上面 这上面应该是一个磁壁的磁体 然后再松开,然后再一转 然后就可以了 那就OK了 好,那朋友们,大家可能都看到了 它即使是一个台灯设计的,也非常有意思,非常浪漫 好,那朋友们,你们觉得这东西200多块钱值不值呢 七夕你们打算送给这个另一边什么样的礼物呢 有什么想说的,欢迎在留言区留言 咱们小朋友交流 喜欢就关注鸽子,关注鸽子每天都有新鲜事 好,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,拜拜